What's up?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我們的第二個民宿 因為我們從Ravi... 我還是不會唸 然後現在來到了Helsinki 所以我們在這邊有一個新的地方 這次的租會民宿我必須說 Peter跟美根真的會找這裡超大 那也有一點點像迷宮 所以呢我今天特別還剛剛稍微走了一下 畫了一個平面圖 想說在邊導覽的時候可以邊對照著平面圖看 這樣大家就可以比較清楚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畫了一個非常... 我花了大概三個小時 畫了非常精緻的一個平面圖 不知道大家看得有沒有清楚 好那待會我們都會依照這個平面圖 來去到每一個房間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客廳 這個是我們的客廳 非常之大 然後四通八達的可以到餐廳啊 走廊啊房間啊 然後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窗外的風景 Helsinki 我真的覺得我們應該多待在這裡久一點 Helsinki這個城市超漂亮的 他的很多的建築物都古色古香 然後各有自己的特色 就連接到鋪那個地窗的方式也都很有藝術感 對所以客廳非常大 這麼大的一個客廳 然後也都有很多的像這樣子的地毯 剛剛客廳嘛對不對 連接著餐廳跟房間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餐廳 餐廳的話呢大概是這樣子 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大 很漂亮的地毯 然後這個長桌 這邊感恩節的話如果在這邊會超級適合的 然後這邊窗戶外的景觀 這邊還有一個小推車可以送餐用 你好 慧妮送來你的餐點給你 OK好 接下來客廳跟餐廳看完了嗎 接下來我們通過這個走廊去這邊的廚房看一下 廚房是這樣子 OK這邊有很多器具 然後火爐 然後dishwasher 水槽 這邊也有另外一個小餐座 這邊烤箱啊微波爐啊 像這樣子 這邊也是非常清楚的標示說 每個東西在哪裡 很棒 非常的清楚 這邊還有特殊的一個serveware 上菜用的 你看 有這種上菜用的盤子耶 這個真的好歐式喔 我突然發現我忘記這邊寫門口 寫一下 門 那接下來我們廚房的旁邊 門口跟這邊這個小廁所我們來看一下 後來 這裡是我們的門口 這邊的大門 然後小廁所在這裡 真的蠻小的 就是這樣而已 嗨 所以大門一進來這邊就有一個大衣櫃 一樣這個衣櫃是用來放我們所有人的大衣的 因為我們出門前一定會需要用到這些大衣 然後它就是通到這邊是剛剛的廚房嘛 然後走廊 那邊是餐廳 然後這邊進去就是我們剛剛看過的客廳在這裡 好 那這個民宿它有四個房間 有一個小房間跟三個大房間 那這次我們的配置呢 小房間是魚乾跟滴妹 這個房B是聖傑石跟聖嫂嘟嘟 房C是劉沛跟美根 然後我跟菜雜是在房D 那我們先從小房間開始看 OK 這是第一個小房間 這個是滴妹跟魚乾的房間 我的天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小聲一點好不好 小聲一點好不好 我在拍開箱欸 小聲一點 亂 一個超亂 房間A是怎麼回事 天啊 不是 你不能拿你們的跟我們的比好嗎 我們的 就是這麼的極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我剛剛喝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 關門關門 好 剛剛小房間看完之後 我們來看房B 進來 這邊是房B 好 這是聖傑跟聖嫂嘟嘟嘟的房間 大概是這樣 他每個房間都會附一個很大的 全身鏡 然後 就是 雙人床 然後也會有一些衣架 其實房B 房C跟房D 都長得差不多 然後我們來還是看一下房C 再來房C的話 他可以從客廳走到 就是Pierre跟美根的房間 Pierre現在在工作 嗨 我叫沛隊 然後 美根 Morning 好 這個房間他比較視通八達 因為他這邊可以通客廳 然後那邊可以直接通到大門 所以應該算是一個主臥室的概念 而且還有沙巴 對 大沙巴 你會鎖這種門嗎 不會 OK好 我沒有鎖 我叫你 喔他可以鎖是不是 就是 沒有沒有就是每一個門這裡 對不對 因為他 這裡會這樣嘛 那如果你 這個東西放上去 他就頂住 就沒辦法推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這個門關掉 OK 但這樣有一點不方便 你跟美根在一個房間可能不太方便 對對對 這個 不好意思 有一點不方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房司機看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 穿過這個客廳來看我跟蔡渣的房間 蔡渣不知道醒來了沒有 我去看一下他 好 從這邊進來 喔蔡渣起床了 喔蔡渣現在在這裡 喔唷 清醒的蔡渣 欸你昨天幾點睡啊 昨天完全沒有印象你 你進房間 1點半 1點半喔 好玩 好 這是我們的房間 你感冒還沒好 對啊 聲音都 不對了 但是這邊 比較 暖 現在聲音是不是很性感 哈哈 要靜一點 要靜一點 聲音是不是很性感 哈哈哈 趕快康復啦 好我們這邊也有一個大沙發 然後一樣就是 兩個單人床 並在一起 然後我們這邊也有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然後我們的衣架 我的衣服掛到整體機器的 我的電腦在這邊充電 剛剛才上傳了很多我們在芬蘭的影片 然後鏡子在這邊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嗯也是很大 就是大小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三個大的房間的大小都差不多 鏡子在這邊 好現在四個房間都看完了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這個洗澡的地方 好在這邊 雖然裡面應該沒有人 好一進來 這裡有個踏墊 我的化妝包在這裡 暖氣、洗衣機、水槽、鏡子 嗨 嗨 這邊是插手的 馬桶 這個馬桶很特別 這馬桶啊 它的這個 沖水的方式是把這個往上拉 這樣 OK白沖了一次水 然後這裡面就是 簡單的可以沖澡的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啊 就是廁所的燈光總是最好 所以是 只要是廁所或是超人樣 以後都在這邊開 開場 好的那這樣應該就完成了 每一個房間跟它相對位置 都給大家看過了 那這是比較宏觀的 我們要進入到微觀 我們看一些這個民宿當中 充滿著品味的各種小裝飾 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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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東西啊 這是 這什麼東西啊 品味 好的我們民宿開箱完畢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我這邊真的住得還不錯 蠻舒服的 很大 很多公共的空間 那接下來 因為今天是在芬蘭第七天 我們還剩下三天 但是第三天算是 最後一天算是 就是飛機的時間 所以 換我 換我 你每次 都在後面跳舞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還有 等於是有兩個整天的時間 在 Helsinki 的市區 可以有一些行程 所以就看看說 接下來會有什麼行程 如果有這機會的話 再拍影片給大家看 然後最後給大家一個資訊 是這個民宿的價錢 是一個晚上兩萬多坦幣 好貴 但是如果分成我們在這邊住的八個人的話 其實也還好一個人差不多 差不多一碗兩千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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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北歐太貴了 對 像我們昨天晚上吃的東西超貴 但是Pierre說 這個已經是他們可以找到最便宜的 這個size 符合我們需求的民宿了 而且這個地點很接近市中心 對 我們從中央車站 我們走過來五分鐘就到了 非常好的地點 對 對 其實也不是說最便宜 但是 是我們看到是最值得 對最值得 CP值最高的 好 所以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囉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bye